所以我們可不可以講說 天后們或者是有錢的 或者是很成功的 就是事業做得很大的女人 是不是自己也要體身說 我拿錢是買不到妳的 對我的真心 我覺得那個就像老師講的 那個就是一個有時候錯估形式 然後我們看圈內有很多的女藝人 尤其是大姐們 人家都問說妳帶個男朋友出來 妳另外一半 她在做什麼啊 基於面子 基於不管自己的面子 還是對方面子 人家說她開公司啊 對不起 沒有公司 可是這時候怎麼辦 我來幫妳開公司 妳當總經理 可是這個建造起來之後 就變成說那個男的開始 我們剛才講女尊男卑 她既自卑 她又要面子 到最後妳知道嗎 她會覺得說 因為妳一直壓著我 但是我需要反彈 那個就是情緒的出口 對啊 其實連結要講到 天后感激路障摔跤 之前的陳美鳳 就真的是令人相當唏噓了 剛剛講這些 在她身上都有 通通都套上是不是 都套上了 對 好 妳看 這是她跟David 非常甜蜜的時候 子晴可戴成醉意 對 常常戴去 殺青酒 什麼慶功宴 甜甜蜜蜜 甜蜜的不得了 這個樣 可是呢 好 剛剛先生聞完講的 她剛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她們在一起 她問她說 妳的男朋友是做什麼的 開公司的 講完之後她把她開公司了 幾千萬就下去了 對 就真的開公司 這一開不得了 這個當然就是 一千萬 兩千萬 三千萬 後來開到四五千萬的公司了 陳美鳳出錢了 老公當老闆 好 接下來呢 當然了 表面上看起來是還不錯 但是呢 前年就發生了 原來美鳳講說 她趕高鐵的時候 我自己推著什麼什麼箱子 連一個人 可以幫我提的都沒有 才爆發出來說 原來兩個人 吵得快要翻臉了 快要鬧翻了 接下來 David發聲明信 說我們其實早就結婚了 所以隱婚 為什麼要隱婚 她說隱婚是因為 她要我隱婚的 陳美鳳要我隱婚的 因為她是天后 她有她演藝事業的考量 我一切都是在配合她 但是朋友就出來爆料了 說在家裡面 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David在這段期間 非常非常地不體貼 很多朋友來家裡 美鳳只是講說 因為在打牌 David 你去熱個什麼東西 讓大家吃 來了之後 啪的這樣子 東西這樣用摔的 就這麼 就覺得說 她一直在命 美鳳一直在命令她 做很多的事情 口氣不好 那可能當下她也喝了一點酒 聽說 聽朋友在現場的 他說她除了摔東西之後 然後還出口不遜這樣子 甚至於做事在推美鳳 好像美鳳有被她推了一下 仍然有點扭打 被推得摔到地上這樣 所以等於是 有一點點肢體的衝突 跟這個傾向發生 好 這個是一個 壓垮落頭最後的一根稻草 接下來就是兵敗如山倒了 其實美鳳就自己搬出去了 兩個人你看 隱婚 隱婚這麼這麼久 而且中間還發生什麼事 美鳳的朋友跳出來講說 她那個時候 David是從美國跑回來找美鳳 是自己跑回來 她這麼有名 這麼有錢 男生自己跑來找妳 為什麼 她說我要跟你復合 因為他們以前曾經 因為誤會而分手過 復合了 美鳳就接受她了 可是中間過程 她又跟美鳳講說 其實我在美國 我的婚姻還沒有完全離掉 活生生讓美鳳做了小三 我說美鳳也沒辦法 因為已經在一起了 那時候她說 一個月要付那個 等於是那個女生 如果離掉 每個月要付50萬的散養費 她也是付下去了 牙醫咬付掉了 付 一直付 所以累積 包括幫她開店 幫她付這散養費 等等這樣下來 美鳳大概為了這段婚姻 已經付出了將近6千萬 但是妳知道嗎 到現在還沒有離掉 完全沒有離掉 美鳳還在跑 美國台灣這樣跑 在打那個離婚官司 其實我大概在去年 曾經跟美鳳 我們私下舉會在聊天 美鳳講說 我最辛苦的時候 我最難過的時候 我說妳怎麼樣過日子 妳都沒有講 她說她那個行屍走肉 到什麼程度 她說她起來 妳不曉得自己 有沒有洗臉刷牙都不知道 有沒有吃東西都不知道 可是後來呢 她發現說嘴巴很痛很痛 原來啊 她可能吃東西 完全沒有感覺了 她已經把整個嘴巴都咬破了 所以嘴巴都破了 她覺得說嘴巴很痛 發現說自己 無意識當中 把自己嘴巴全部咬破了 她過的是這樣的日子 然後她到過了很久 她才講出來 那真的是禍血吞耶 真的禍血吞 好 但是人家講說 那David在你們家裡 是不是也照她 因為她發了好多次聲明 是不是也像她所講的 她在妳家裡 妳也對她移植氣死啦 還是妳對她猜遣 妳把她當作男傭這樣子啊 她說其實那就見仁見智了 其實美鳳後來搬出去之後 那個豪宅是David在住的 美鳳住了個小房子 到後來 大家輿論的譴子之後 她才搬出去 可是現在婚還沒有離掉 還在美國台灣 還在打這個月養官司 妳看 多麼的划不來 妳看 不管是剛剛老師講到 這個張惠妹可能今年會為了錢 還有這個陳美鳳跟David 到底是不是為錢反目 其實還有一個王妃呢 妳看她婚離掉 那後面那個一天然基金會 那個錢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不只是天后 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也會 被男人搞得 這個人才兩失啊 或者是這個男人不尊重他們啊 怎麼樣的女人 什麼樣的面相 什麼樣的生肖 最有可能要忍受這些的痛苦 待會兒回來 蔡上基老師要告訴我們 回到新聞娛樂通文婉 其實我們說阿妹 今天我們當然會覺得說 天后怎麼這麼委屈啊 但是妳看後的男人們 過去她好像都有一個圖案 有一個特徵 都是滿像的一個形式 所以這個就是常常 有一些女藝人說 我就進入拍紅色 意思就是我在怎麼找 我選...我就選的都是爛貨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問的是 這到底是宿命 還是說妳真的眼光 妳就是沒有辦法脫離 那個所謂無力的那個形 妳喜歡的那個形對不對 妳幫我們來看看阿妹 妳看她喜歡從最早的周麗景 壞不壞 帥不帥 又壞又帥對不對 很有型 再來 何守正 好高喔 壞不壞 妳看她雖然有點帶著智氣娃娃臉 會啊 當然啊 還帶妹啊 大姐姐 她現在結婚了 OK啊 這就是重點 她也夠壞 然後也是那種帥帥的遊行 再來我們再看Sam OK 一樣就是那個風格 那個型跟周麗景也很像 她喜歡的型都是混夜店的耶 可是玩的她 就現在開夜店 都玩她 一句非常世俗的話 男人不壞 女人好像就是沒有感覺啊 就是一定要這樣子嗎 所以不曉得 所以廖老師妳也贊成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這個套在我們今天講的天后上面嗎 妳也是吧 我不是這樣 我是覺得很帥喔 所有妳看我們這些天后集的 愛的男人都有一個 好幾個優點 那個什麼 優點跟壞處 然後講那個很高 第二個很帥 有一點點邪門 看起來壞壞的 很有女人緣 而且阿妹 阿妹常常挑戰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她找的男友都比她年輕 而且年紀強他越來越大 所以這對她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困難點 她自己專門挑這個東西 所以妳要達成的話很難 可是人家不是講說 姐弟戀就是因為小孩子 不怕大挑戰嗎對不對 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女人 是一次後都齊 問題是 妳如果年紀那麼大 妳變成媽來管她的話 是不太好的對不對 對 妳都... 我想女人完全力大 然後有經驗 有錢 她就會覺得妳不懂 要這樣... 我幫妳安排好了 妳就照我的要求去做 可是男的後來覺得 我都看到這麼多人 我都到了這個境界了 我自己的本領夠了 我的語意成熟了 妳不要再管這麼多了 眼界也開了 我不像妳 我不想讓妳再管這麼多了 所以她的反... 那反台就開始了 所以蔡上基老師 聽妳這樣講法的話 恐怕阿妹今年 會人才兩失 而且又是要滿身傷的 怎麼樣的男人啊 女性朋友觀眾 要趕快先閃遠一點 怎麼樣面向的人 借個圖片來講 第一 看眼睛 眼睛如果是眼睛露水光 就是水汪汪的 水汪汪的眼睛 就是放電眼嗎 對 沒錯 梁朝偉不行 那就是桃花眼 然後再加上那個眼睛 是細細長長眼眯眯的 那個是黏黏吃沙拉公伯 大眼睛也不行 小眼睛也不行 那個桃花很重 但是那個桃花重 它是暗地裡去會去搞三點四的 因為眼睛很細 就會黏黏的去 這個黏黏吃沙拉公伯 然後最主要就是會處處留情 那處處留情 有時候你查不出來 因為它眼眯得太厲害了 第二個地方就是要看嘴巴 嘴巴這個地方 如果是嘴唇很厚 但是嘴角下垂 嘴厚是多情 嘴角下垂是薄性 所以叫做多情又薄性 它遇到什麼得了 那如果是反過來的 嘴唇很薄 薄的就像壓嘴的那個 一片薄薄的壓嘴這樣子 然後又嘴角下垂 嘴薄就是無情 那下垂就是薄性 那如果嘴薄下垂 就是無情薄性 所以嘴厚嘴薄 都不能下垂 都不能下垂 一下垂就變成寡性 那第三就是看整個臉型 臉型通常帥哥臉型 大部分都是臉瘦瘦的 帶點骨感 然後鼻子非常的挺拔 那如果是那種瘦瘦的臉 帶骨感的 鼻子又挺拔的人 通常都比較公於心際 公於心際 公於心際 就是說藍瘦之間的交往 可能他除了感情以外 他可能還在盤算著 可能你的財富啊 盤算著你能不能對於他 有關人力資源 金錢等等 各方面的供給 那因為他鼻子非常的挺拔 所以也很有吸引女性的魅力 相對的就是 他比較能夠去把財找進來 就是從感情方面去創造幾天 文文 學會還有哪一些可憐的女星 我跟妳講 我現在講就是說 有一對兄弟 他們算是專門 親兄弟嗎 他們是表兄弟 然後他們專門 他們是列這個所謂的 演藝圈女星的二人組 因為後來大家發現說 因為從國外回來都好好聽 因為國外回來 老實講 因為背景很難查 背景難查 那我現在講就是說 其中有一位哥哥呢 他後來其實如願了 他找到目標了 可是呢 找到一個女明星 對 也停到了 然後到最後也是 對 後來現在其實狀況一塌糊塗 跟那個他找到那個女星對象的狀況 一塌糊塗 那我現在講弟弟的故事 這個弟弟後來就是 隨著哥哥的腳步 後來就回到了台灣 然後呢也是經由朋友介紹 我想最可怕就是說 比方說呢 這個女藝人 我 我跟倩妮講說 倩妮妳單身對不對 我現在 我的男朋友好好喔 我身邊這半好好 他弟弟也很棒 我介紹給妳 我跟你講這個一定重對不對 對 因為妳信任我的關係 好 那我現在講就是說 這個弟弟有一次呢 比方說倩妮呢 就邀了她的姊妹套 就說我交了一個男友 我們一起吃飯 結果呢在飯局裡面 後來呢 他們那天跑了兩攤 那我跟大家講幾段的時候 後來中間那一攤 那個男的第一攤呢就是 變成倩妮妳的姊妹套請了 然後那個男生就講說 下一攤我...我來喔 就第二攤才剛開始 他就裝醉了 結果... 結果那時候呢 他就覺得說 這個男生真的不行 最可怕的是現在呢 現在的狀況 我跟大家講 其實呢 因為大家後來一直在懷疑 就是說這個男的 到底在幹什麼的 是什麼美國高材生嗎 那一類東西 可是呢這個女藝人呢 沒有 這個女藝人 OK 他呢就是非常信賴這個男友 那也可能真的單身太久了 寂寞太久了 他覺得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好男人 後來他就說 沒有...他該開工廠的 好 這個姑且不論是 難得告訴他還是 他替這個男生 就是打一個金字招牌 打個面子都不管 可是後來據內情的人知道說 根本是都不是 他在美國 也沒有什麼很了不起的學歷 什麼都沒有 沒有了不起的家事 他在美國是開那個Taxi的 小黃啊 開小黃的 OK 開小黃也沒有什麼不好 可是他就頂著就說 我是個老闆 我很有身分 我有地位 好 但是他第一次 讓這個女藝人周邊的朋友 就看過手腳 你怎麼根本沒醉 我們也沒喝酒 你就裝醉 要買單你就裝醉了 買完單你就醒了 OK 後來最讓大家就是 瞠目結舌的是 這個女藝人居然嫁了 嫁給她 她已經知道她名不符實了 還是嫁給她 對 嫁了 嫁了更慘的是 周邊的藝人開始覺得好怪 你老公不是在開工廠的 怎麼都這麼閒啊 開公車 沒有 疼老婆也不是這種疼法 什麼永遠 他們錄影的時候 她都在stand by 她都在旁邊 就是這邊看 看東看西 那你就覺得說 人家疼老婆 滴茶水 送房間不行喔 沒有 她等著要收錢 OK 後來她 妳知道嗎 最可怕的是 到最後 我沒有講喔 到最後 到最後 後來大家發現 原來她的工廠 是那個女藝人 生產的機器 所以現在是ING狀態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在 聽起來好危險喔 對 沒有 所有的人都在看 就是說 這個到底能撐多久 還能支撐多久 衛哥 女明星這麼好騙啊 其實女明星 從以前以來到現在 都一直是 被某些人鎖定的目標 我們也講一個 當年非常有名的一個 海外的一個富商 公子哥兒 回台灣來追女明星 我跟你講 好多女明星 一個一個一個都人才兩師 真的喔 她的手法都怎麼樣呢 先發公事 然後送珠寶 然後女明星就開始 陷入熱戀 就跟媒體講 我談戀愛了 然後對方是一個多金的公子哥兒 結果這個男生 送完東西以後開始跟你 要掉點頭寸了 因為我做生意 可能頭寸掉不過來 好 女明星就開始掉頭寸 到最後發覺不對了 動越來越大 人才兩師之後 閃了 因為也不敢講出來 因為大家覺得 你跟風子哥的追求 好 沒有了 人才兩師丟臉嗎 丟臉了 這個再對下一個 一個一個 當時演員圈 很多女生都淪陷 都被騙 最後一個女明星 終於跟她結為連理了 夏文系 我剛剛講 這個風子哥兒 對 夏文系 妳是說當年那個 跟張曼玉中處紅什麼 對 妳記得當年夏文系 在拍中式的一個塔裡的女人 大陸 忽然違約到美國去結婚 後來這個製作人跟我講 那製作人啞巴吃黃蓮 他簽夏文系 然後演戲 這個夏文系被這個男 也被這個男的這個富商 所謂的公子哥兒擄獲了 他為什麼連夜 他們說形容是 捲東西就逃走 這個叫做逃走啊 真的假的 在南京喔 在南京就完全劇組都不知道 半夜就逃走 坐飛機到美國去了 這麼嚴重 他為什麼違約妳知道嗎 因為當時他懷孕了 他根本拍不下去了 拍一半度也就大了 他根本不能演 所以就違約逃到美國去 好 當時我們認為 這個男生終於夏文系 嫁給他都沒事啊 嫁了好幾年 終於覺得 是不是這個男生 女生兩個是天作之合 還不錯 結果你看最近前幾年 夏文系也鬧婚變了 回到了香港 沒想到夏文系 當年碰到這個男是壞壞的 夏文系經過了這個悲劇之後 還有找了一個壞的弟弟 是一個鴨子做鴨的 怎麼看 怎麼走眼 是一個做鴨的 做鴨子 結果夏文系跟他在裡同居 後來最後被這個男的 又罵還怎麼樣 鬧了很大的新聞 所以你看夏文系 這麼精明的女生 連續兩次都翻跟斗 都是被這個壞壞的男生 因為弟弟多惡劣 弟弟吃他 喝他 用他之外 還去爆料 爆料給周刊才寫出來說 他說這個夏文系 晚上去接飯局 接飯局 為什麼 因為要供養這個弟弟 他自己還把這個東西 還賣給周刊說 去陪做 對 夏文系 我們當年小時候 多大的明星怎麼可以 我跟你講 其實 好像就是看他那個最紅 那時候我們大學的時候 我不是在跟張曼玉做助理嗎 那時候香港什麼 王祖賢 鍾楚紅 林青霞什麼來 我們就 不是他們來旅館玩 就是我們去找人家 我永遠都記得夏文系 他真的 他那時候氣勢很強嘛 正當紅 頭髮削得很短 戴一個大墨鏡 他全身穿一個 從脖子一直到腳的 這個大的襯衫 我從來沒進去過那樣的襯衫 然後兩隻手插在口袋裡 一身純白 一個大黑眼鏡 走進我們的房間 這樣走進來 他是這樣 把門就這樣 脫一個 踹開 然後就進來講說 要不要跟我去逛街啊 然後妳就貼下事情 沒有像逛街這麼讓女人爽了 所以妳現在跟我講說 她被兩個人騙了 妳要嚇死了耶 妳確定她要踢的 她就是這樣 永遠記得這樣子 踹開的那個動作 她是好帥喔 敢愛敢恨的女人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她是豪放女 沒有想到不能這樣 剛剛蔡老師已經帶我們看到 有什麼樣的面向的男人了 趕快閃遠一點啦 她可能讓妳人才兩失 今天又有一個新聞了 有一個男明星 一個男歌手 以前很紅很紅的 然後我們大家都覺得 這個天王好像是一個好男人 結果呢 她今天傳出來說有小三 還說那個小三長得像隨堂 我們等一下馬上回來